我是李立航 十年阿里人 阿里中共铁拳议员 我会和大家全面的来分享 阿里巴巴中共铁拳 曾经百战不代的销售秘籍 也希望大家听完节目 能够拥有改变人生的销售思维 我在节目里等你 电影《华尔街之狼》 讲述的是华尔街传奇人物 乔丹·贝尔福特的故事 这位股票经纪人 曾经创下在三分钟之内 赚取1200万美元的纪录 31岁的时候就拥有一万家产 影片是根据乔丹的个人回忆录改编的 讲述了他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发家生涯 以及迷失于性和毒品的成人生活 影片的主演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李子 电影中有一个乔丹 说的是小李子创业之前 去了一家不起眼的股票经纪公司做销售 股票销售那个时候大多数都是电话销售为主 也就是说通过电话销售股票给客户 小李子拿起电话向一个标准的美国来领客人推销股票 一通不长不短的电话 不仅完美的展现了他在股票销售上的深厚功力 也向我们完美的呈现了一堂精彩的电话销售实战客 在close掉客户后 他紧跟着就加了一句话 他说先生您知道我们的账号吗 那其实对方估计是不知道 小李子立马说好 拿起笔请记下下面这个号码 明天上午9点我看不到钱的话 我们前面说的帮您赚100万的每天的事也给泡汤了 我现在只能记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桥段 这个影响是特别深刻的 当然这个可能是典型的职业病 因为我们都是做这个销售的 所以这个细节自然是有所关注的 那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看到这个桥段应该不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感觉 甚至看不出什么名堂 但是对于我们seals来说 自立的名堂可多了 首先小李子是有很强的收款意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对应到销售当中 通常把签约是作为销售最后一个步骤 大部分seals是完成这一步以后就放松了 这就好比说前面跑了一场马拉松 完成签约以后 这个比赛就结束了 其实不是 真正的最后一步是拿到钱 如果签了一份没有钱的合同 跟谈离场没有合同的客户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销售中最重要的一个动作 收款 过去在阿里的工作经历不仅教会我销售与管理 更重要的是对销售有了新的认知和理解 尤其是销售现场之行看到和经历过太多 我发现很大一部分seals除了在签约这个环节容易犯错 或者说用口具以外 在收款这个部分也不在少数 甚至比成交更恐惧 过去在阿里我们把没有收到款的合同叫order 把拿到钱的叫做cash 那为什么要这么区分 不都是合同吗 客户不都给我签约了吗 对的 签约归签约 如果说客户不付钱的话 那一切没有意义 所以销售的结果指的不是签约 而是完成收款 说白了 拿到钱才是王道 说到这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有那么严重吗 客户都签约了 还担心他不付钱吗 很抱歉 事实还真是这样 还真的有客户签约不付钱 而且比例还不少 这么说吧 在我过去的销售生涯中 这种比例甚至高达40%以上 为什么 很简单 两点 其一 销售码 本身就是一件人为取动的事 既然是人为取动 意味着人为的部分会影响整个结果 说白了 就是所有的签约 对客户来说 其实就是冲动 冲动决策 这种冲动往往是跟人有关 哪个人 就是我们自己 跟我们sales自己有关 或许客户是被你的魅力感染 也或许是被你的技巧达到 又或者说被你的颜值给山山折服和吸引了 Anyway 既然签约 总有一种因素 是跟你个人是有关的 想通这一点 你自然就能理解 客户为什么会违约 不付钱了 其二 人嘛 在一个特殊场景下 做出的决定 往往是只跟这个场景有关系 一旦脱离了这个场景 会有反悔 等这样的一些感觉和变化 这使人性 非常之正常 好比说同样一句话 在恋爱场景下说出 和其他场景下表达的语义 以及它的目的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签了单 不付钱 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安理销售的一些趣事 包括我们的一些销售制度 比如说 在安理销售制度里面 有这么一条 业绩考核的标准是cash 而不是order 也就是说 一切都以客户到账为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每个月都会有人接受考核 而每个月也都会有人 因为签了单 没有及时收到款 而被淘汰出去 包括我自己 我记得刚开始我做销售的时候 差点因为一个后悔的款 没有及时到账 而陷遭淘汰 在经历过那次以后 我就深深的认识到 收款是多么的重要 只有拿到钱 才是关键 当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整个局面 其实对我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我月初就开了一单 不到两个礼拜 我又签了两单 也就是说 一个月刚过了一半 我就签了三单了 但是我没收款 所以我整个人啊 是处于完全放松的状态 在意识上就已经放松了 我的心里独白就是 反正还有半个月时间 不用着急 后面再去收款就可以了 但是谁又知道 前面签的这三个客户 实际上已经不会付款了 也就是说 你等于没钱 只是我不知道 我还蒙着屋里而已 所以直到第三周我才意识到 幸亏啊 我当时补救的及时 及时的收了一个客户的款项 才得以保密 但是不是每个Sales 都能跟我一样的幸运 那么签了合同 如果说不及时的收款 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先不说问题和后果 首先签单不收款 意味着销售没有完结 这个道理很简单吧 就好比你卖了个东西 没有拿到钱 你能说你完成整个销售了吗 再者 签单不及时收款 不仅会面临款项 收不回来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你会永远失去这个客户 所以 所有Sales都很妥痛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及时收款 导致客户流失 这里的逻辑 非常简单 客户不付款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而是根本不想跟你合作 所以 你一昧的去收款 什么有意义 这个时候 你要是再从头来过 重新谈一遍 那当然 客户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哪怕给你这个机会 也是难上加难 为什么 你想啊 你该说的也说了 该介绍的也介绍了 客户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甚至知道的比你还要多 换言之 这个时候 多说已经无意 时机 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 不及时收款 最大的问题或后果 不仅仅是钱收不回来 而是 客户也回不来了 这个事的性质就变了 签单 收款 是不可分割的 在我们眼里 签了单 就意味着你收了款 否则 就不叫签单 所以 收款的最佳时机 自然是在你签约的时候 签约的时候 马上就要做收款这个动作 所以意识上 首先要加强起来 其次 是在行为上要注意起来 过去我们的收款形式 大部分都是银行汇单 而大部分银行呢 是在四点以后 就不对外做汇款了 所以 你要想当天收款 必须要在四点以前 而且还要算出 你整个销售和签约的时间 所以说 过去我们很少在三点以后 去签约的 因为 没有给客户留出 付款的时间 反而 你会给客户提供一个 他拘付款的理由 过去我们都是 当天签单 当天收款 这几乎成了共识 甚至是一种潜规则 所以 要想彻底 杜绝掉这个问题 再喊一点 就是 我前面说到的 签单收款 一气合成 既然签单收款 是一个动作 那么 这个就很简单了 提出成交 逼单成功后 就立即吹款 就可以了 通常的方法 就是前面一期 我们聊到的 假设成交法 这个时候 可以主动 学问客户 付款形式 重要的是 大部分客户 签约后 不是说 想马上付钱的 一方面是 心理上的本能反应 谈了这么久 哎呀 终于可以松口气 休息休息的意思 一方面 是内心里 还是有所顾虑 想有一个缓冲地带 给自己留最后的一张底牌 所以 一旦当天没有完成收款 意味着 每过一分钟 都会增加东西 所以 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 当天签单 当天就要收款 不管多晚 甚至是现金 通常 这里会遇到 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 就是客户实际上 是被你催熟的 什么叫被催熟呢 这个大家可能都懂 客户的意愿 可能还没有达到百分百 我们啊 是用了我们的一些 销售技巧 或者一些 特殊手段 就是霸王硬伤工 生理煮成熟饭 在这种情况下 把这个单给签了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 收款的难度 会大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客户主观意愿上 还没有和你达成共识 但是 在你的强势攻击下 他已经没有退路 那就签了吧 只要暂时别付款 那么意味着他自己 还有后退的机会 第二种情况 就是客户是自然熟 自然熟就是挂熟落地 一切都很算力成章 通过你的介绍 他觉得 哇 你的产品非常好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那这种情况下 收款通常就非常容易 那你这个时候收款 通常遇到的一些 正常的反对问题和意见 不外乎就是 今天财务不在啊 或者说预算还没有 波及到位啊 银行下班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理由 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只要学会辨识 如果属实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定的时间 只要跟客户确定一些细节 和时间就可以了 比如说财务不在 那财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具体的流程是什么 你这边批了单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批钱去了 比如说预算没有到位 那么什么时候到位 到位多少 我们这边能不能先拿到 这样的预算 等等 如果说客户面对你的 这些细节的问题 没有抵触 那么就说明什么 他主观意义上 是想付这个钱面 那这个款是能收回来的 第三种情况 我们把它叫做 灰色地带 也就是说 还能当下做出判断 既不能断定是第一种 也不能断定是第二种 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敲山正虎 很简单 就是弹道指助 直接拿收款来做判断 不管以上哪种情况 有一点是肯定 也需要同学们牢记的 最佳的收款期限 只有三天 每增加一天 你的风险就增加十分 就好比我们谈成交一样的 有时候啊 就是在于坚持和果敢 收款也是一样 总有Sales不够坚持 开口可能说了一遍 被客户挡回去以后 哪里再也不提了 有的呢是不够果敢 甚至不好意思 提也不提 总想着 哎呀客户会主动付钱的嘛 那其实 这不是信任与否的逻辑 催收款不是信不信任客户 而是这是一个正常手续 一个标准流程 否则这个事情不完整 其次 这也是销售风险管理意识的 一种表现 为了不让这种风险发生 所以才要现场天单 现场收款 那说到底 最后就是如何去克服 我们在收款上的一些恐惧呢 除了常规的心态训练 和话术训练以外 我在这儿给大家传授一个 我非常使用的方法 叫做压迫法 每次收款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今天 因为我的紧张 或者恐惧 或者是懦弱 没有把款收回来 意味着 我的钱就要收损失 当然这个前提啊 一定你是一个爱情 辱命的人 开个玩笑 实际上每个人都喜欢钱 实际上就是 这是一个成本的概念 我们说一个好的销售 首先就要有成本意识 我们本身就是 跟人和时间打交道的事 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成本 他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的敌人 如果说前面花了很多时间 在一个客户身上 而到了最后一刻 因为我们自己的紧张 或者是懦弱 而错过 那这个成本就太大了 为什么 这个说法是管用呢 其实啊 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 一个不够果敢的人 实际上不是他真正不够果敢 而是尚未激发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人的钱 都得需要被激发 才能释放和施展 所以 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断地去刺激他 说不好听的 人家瓦家学会逼迫自己 你会发现 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最后总结一下 签单收款 是一个完整的 操作步骤和动作 不可分割 收款最佳的时机 就是在签单的时候 同样 收款的时候 也是达成签约的最佳方法 收款的最佳期限 就是三天 不管怎么样 必须在三天内 搞定这件事 否则夜长梦多 克服恐惧 最好的方法 就是刺激压迫自己 颠测自己 尤其是 多想想销售成本 好 那么这一期 关于收款 我们就聊到这 我还要不要 不想想销售成本 我还要可以 不想想销售成本 我还要不要 我还要不要 我还要不要